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那今天的影片就像我的外套一样 跟之前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 那几个月前的暴雪嘉年华上 陆续公布了暗黑系列三款新游戏的开发进展 那今年晚些时候就会上线暗黑的手游不朽 和暗黑2的重制版 而且最快可能明年就会开始测试暗黑4 那对于暗黑系列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暗黑3来说就非常尴尬了 对于这款9年多的老游戏 暴雪有说过在暗黑4发布日期确定之前 都会维持暗黑3的更新 那我作为在2012年公测第一天就入坑的老玩家 尽管中途AFK了很久 但我想我会陪伴他走过最后的这段时光 同时我也希望暴雪的设计师们能再给力一点 给暗黑3注入一点点新的活力 让我们在等待暗黑4的这段时间里面 能玩得更加开心一点 就我玩的这段时间以来 我个人觉得 悬赏系统跟大秘境系统有很多不人性化的地方 那我知道暗黑3就是一个刷刷刷的游戏 但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款设计给人类玩的游戏 首先就得符合人性 不然你不符合人性的部分 那很多人就会选择让机器去完成 首先就是悬赏 目前来说悬赏是我最最最不想去刷的东西 因为实在是太无趣了 路上的小怪你直接秒了就算了 就连像笔猎大波罗这些看上去牛逼哄哄的大boss 讲完几句对白之后 就立刻毫无尊严的被玩家打败 甚至连掉落的东西 大部分人都不会浪费时间去捡起来 那所有的悬赏配装 无非都是提高移动速度和扩大攻击范围 然后就是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传送 而且你不管是一个人刷还是四个人刷 都是25个任务 这就等于逼着大家去组队 对于单刷的玩家极度的不友好 任务过程也极度的无脑以及无聊 而且最后你在泰瑞尔那里领到的箱子 你除了开荒头两天需要一些装备和图纸以外 之后的掉落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你期待的 偶尔你开箱子掉个红光 你还会生气 因为你可能正在卡500光准备去重铸 所以只要玩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整个悬赏的过程都是不符合人性的 你就像开长途货车的司机 重复耗时没有惊喜 而且两个司机轮扳倒就一定比单个司机更效率 那么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了 货车司机这个职业会被自动驾驶取代 所以我之前刷悬赏的时候就在想 怎么可以让悬赏刷起来更有意思一些呢 这里我构想一个新的悬赏系统 就是重新加入奈飞天勇气的buff 那可能新玩家不知道这个奈飞天勇气是什么 很早很早以前 那时候是没有大小秘境的 玩家要刷装备就是去每个地图跑 然后去杀精英 每杀死一组精英 就会获得一层奈飞天勇气的buff 可以持续15分钟 那buff期间会提高玩家的物品和金币掉落率等等 最多可以积累5层 那最后叠满5层之后 你可以选择去刷阿泽莫丹 比列或者说炼狱装置里面的各种boss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方法 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新的悬赏系统里 保留现在全部的野外任务 那玩家需要去刷悬赏的时候 就先去野外杀精英或者说做任务 每杀死一个精英 或者完成一个野外任务 都可以获得奈飞天勇气的buff 而比较复杂的野外任务 甚至可以直接获得两层buff 这些buff可以增加伤害 移动速度 物品掉落率等等 而组队的话 战斗范围120码内的玩家才可以获得buff 连满奈飞天勇气buff之后 就去刷屠夫 比列 阿兹莫丹等等boss 那这些boss就可以直接掉落悬赏材料 那除了掉落悬赏材料之外 还会掉落传奇装备 特定的boss就有几率会掉落 皇家滑界 穿怪鞋这些特定装备 当然你身上的奈飞天勇气层数越高 掉落材料和传奇物品的数量就会更多 那除了现有的悬赏材料之外 甚至还可以加入更多的重铸相关道具 比如说你重铸的时候 加入一个道具 可以锁定某个特定的词材 只重铸其余的词材 又比如说某个道具 可以只重新随机那个物品的传奇特效 比如说你词材都非常好 只是这个特效非常垃圾 你加入这个道具 就可以只随机这个传奇特效 而保留那些词材 当然这些类型的重铸道具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不是那么轻松就获得的 那磨合重铸也可以再优化一下 不同部位的装备需要不同的材料 这样玩家可以有针对性的 去刷自己需要的材料 比如我就重铸武器 而重铸武器的材料 假设吧就需要去刷第四章的boss 那我就只去刷第四章的伊族尔 拉卡诺斯或者大波罗 而boss的难度 也可以在进门的时候自由选择 最高难度可以设定的非常高 高难度的boss当然掉落材料 装备就会更多 那还可以增加对应不同boss的天梯排名 那四个人的国家队 不一定是只能去刷150了 还可以去组队挑战高难度的剧情boss 多少给玩家一些成就感 那这样的全新选赏系统最大的好处就是 单刷玩家和组队玩家的效率不会差很多 而且由于叠加奈飞天勇气buff之后 最后刷boss也有更大的几率掉落好的装备和稀有的重铸道具 那这样大秘境就不是唯一刷装备的选择 那说到大秘境 我觉得现在大秘境系统也有一些非常不人性的地方 说说我目前遇到的情况吧 每天晚上上线 约上小伙伴打国家队 那接下来几个小时里面呢 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撕票 兵营 撕 山洞 撕 那好不容易遇到烂木林了 辛辛苦苦打到第二层一看 他妈的又是兵营 撕 我知道暗黑3的随机性就是一大特色 但是我认为这种不停撕票的随机模式毫无意义 我知道为了天梯排名 可能你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这点是毫无疑问 但是花大量的时间在撕票上面就不合理 你打个比方 假如一个足球队要去踢比赛 运动员们其实都可以接受 比赛场上的各种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就连比赛场地本身 也要去赌运气的话 就很不人心化了 你运动员到了足球场一看 坑爹尼玛这个是水泥地 不踢了回家 那再去另外一个场地一看 那上面全是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 回家回家 那最后去第三个场地一看 哎终于是正常的草地了 但是才踢两脚就发现 他妈的上面还有仙人掌 没错 这就是撕票给我的感受 那从暗黑不朽得到启发呢 就是 那冲层的大秘境和平时刷装备的大秘境呢 最好要分开 那先说平时速刷大秘境 那可以跟现在大秘境系统呢 维持原样 随机的地图随机的怪物 那为了刷装备的话 你可以选择去刷大秘 也可以选择去刷我刚刚说的新版选赏 大秘会掉落更多数量的传奇装备 而选赏boss呢 虽然掉的装备少一点 不过会掉落更多的材料和稀有的成就道具 那你不管刷什么呢 对人物的整体提升效率 不会相差太远 那两个模式换的刷呢 至少不会那么枯燥 那为了专门去冲天梯排名的大秘境呢 就可以把现有的挑战秘境系统改一下 那现在的挑战秘境其实非常鸡肋 虽然是固定的地图和怪物 但给的都是奇葩配装 而且不能自由的选择职业组队 加上少的可怜的奖励 那除了赛季前期呢 为了选赏材料我会去打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打过 不过最大的优点呢 它就是一周会更新一次 保持一种新鲜感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改一下呢 依旧保持每周更新一次 但是地图和怪物呢 做到在有限的范围内随机 比如说这周的主题呢 是第一张的地图和怪物 那进去的话 你只会遇到第一张的地图 就是烂幕林啊 墓穴 蜘蛛洞 教堂这些地图 而怪物呢 也只能随机出现第一张才有的怪物 当然大家也可以自由的组队 那打完之后呢 也有别于普通大秘境 有些专属的奖励 而根据每周的排名呢 再次发放一定的奖励 那可以是各种高等级的传奇宝石 或者说稀有道具之类 那接着呢 下一周就换一个主题 比如说都是第四张的地图和怪物 这样呢 保持一定的随机性的同时呢 又可以相对的平衡 每组队伍的公平性 那毕竟天梯榜呢 是一个竞赛的性质 你随机的比例太重了 难免会让人觉得坑爹 那现在来说 单人充成连着C100票 都是常有的事情 有时候你一晚上都撕不出好图 真的会有点郁闷 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 那如果每周按照固定的主题来挑战 那至少玩家呢 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自身的操作技术和人物提升 当然可能有一周的主题 就是随机的地图和怪物 给那些喜欢大喜大乐的玩家来点挑战 那最后再说一下组队系统吧 暴雪其实十分鼓励玩家组队 组队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和物品掉落加成 而且组队呢 可以更容易的通关高层的大秘境 但是对于如此鼓励组队游戏啊 我就没有见过比这还要烂的组队系统 那组队的时候出现各种的bug 各种的卡房间就不提了 那寻找队伍的机制基本就是靠喊 或者去公开游戏呢开盲盒 战斗的时候啊 连队友的各种buff状态都看不全 小地图也只有几个小原点 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怪物多的时候 精英在怪队里面经常都找不到 那即使你不能像魔兽世界这样 给不同的怪物上不同的标记 那直接给精英的血条呢 换个颜色加粗加长 都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 只是暴血呢 一直都不去做 那以上我说的这些呢 都是我希望能得到改善的地方 相信有不少更加有经验的玩家 可以提出更好的建议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呢 说出你的看法 谢谢 拜拜 拜拜